Apple L LED 3.2 哈囉大家好!我是品科、我是品ถ 我現在來到了大阪站 這一次呢我要進行一場旅行 是從大阪到名古屋再到三重 這次我的旅行只有2天一夜 但若大家未來想要好好的移住 大阪、奈良、三重、名古屋完透 可以购买日本禁铁电车周游券 特别是从大阪到明古屋 以及三重的交通 禁铁电车会发挥很大的功用 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要去万博纪念公园 看扫帚草 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慢慢变红了 没错 其实扫帚草啊 并不是只有池城有 很多地方都有种哦 很期待 那我们就从这个大阪站出发 我们采取搭电车转公车的方式 前往万博纪念公园 根据Google Map 我们在慈慕站下车 再转搭公车 不知道为什么公车数字和Google Map 显示的对不上 最后终于辨明是要在6号乘车处搭车 一张的话260 你有两个人是要按隔壁的 三张四张五张 扫帚草草的位置在哈纳诺河 从买票的地方还要走 大概两三分钟才会到 超粉的耶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颜色调出来的 真的这么粉 它已经都倒了耶 好有趣哦 原本啊是为了扫帚草来的 没想到会被困在粉带乱子草这一区 这种植物听说在韩国很有人气哦 这个颜色真的好粉红好喜欢哦 这个扫帚草好可爱哦 它旁边还有白色的不知道什么花 也是波士菊吗 好漂亮哦 哇现在完全是红色的了耶 虽然还有一点点微微绿绿的 但是已经非常漂亮了 有了白色波士菊当前景 是不是更梦幻了呢 虽然蛮多人好像都走进去拍照 但不知道就不太确定能不能进去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我站在这个道路上面 因为后面啊 前面也有 所以就可以拍出玩弱在扫帚草丛中的一个画面 对 我们是这样子拍的 啊这里也有门耶 然后也有那个热门的钟 以及instabuy的框 这是sobar的花耶 我之前一直想要去看 这个好像长叶吧 长叶有这样子的花田 太推荐出车的万博纪念公园了 人气花会应有尽有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到顿窟 然后呢后面的这一条河啊 就是有什么欢庆 欢天喜庆的事情 他们就会从那边跳下去 哇那边超突然的耶 发生什么事 今天有什么比赛吗 爱动了啦 然后我们想要去搭这个 这个最新的拍照景点 现在人超多 本来也想拍拍看啊 但人真的太多了 留到下次再来 拍起来啊 就会变成这样子 还有做一个跑道 接着终于要去搭摩天轮啦 一个人是600日圆 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营业时间 应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摩天轮可以搭吧 因为它停始了将近十年之久 才在2018年1月重新开始运营 这里不是一年 是一年 快二十年了 真的 快二十年了 不是一年 吃就是一年 好 对 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180度的回转关门 原来是这个 哇 这个比达一将带来射 哈哈哈 耶 耶 我們的是打撲嗎 他應該是那個 永不放棄的意思 因為倒了還會再起來 不錯 然後呢我們是來前面還有後面 都有景色 都是窗戶喔 他有感受到我們在轉嗎 有啦 滿足度很高耶 推薦給你 哇這個根本就是藝術啊 他這個太平面了吧 好好笑 耶我們剛剛啊就是在那個上面 接著我們跑去吃晚餐 我們找到一間網路上評價不錯的店 但我最滿意的是他好安靜喔 讓人不敢相信就是在倒頓窟 餐點來了 關東煮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好像是栗子飯 沒有吃過栗子飯耶 好期待喔 關東煮套餐共9種料 份量不會很多 推薦給大家 隔天一早我來到了民谷屋站 哇竟然有買到耶 而且玩好無處 民谷屋以吃茶店的早餐文化文明 很推薦大家要來體驗 現在來到了這間咖啡店呢 還滿有趣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名物呢就是從高空 到那個咖啡跟牛奶下來這樣子 早餐的話有這三種 其實價格真的很便宜耶 就這樣一盤然後再加一個飲料 然後因為我是點他會從空中 住那個咖啡還有牛奶下來的那種 就是要再加錢這樣 店內的話就是這種感覺 非常的有趣 我一直以為是真花 但是是假花 看起來超好吃的 嗨 各位 大家 很幸福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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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也不知道 他在小鱼 也好 我不覺得 謝謝 謝謝 我會在做一個 我會做了一件事 我會做一些衣服 我會做一個衣服 然後... 喔~~ 喔~~ 哇~~ 嗨! 這麽麵包都可以放進去 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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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很好玩! 還好我有鼓起勇氣點那個飲料 我本來想要放棄 因為找不到這個Menu 很推薦! 接著我搭乘進鐵電車往三重線前進 主要是想去參觀一間觀光工廠 中村製作所 Open Factory 大家有沒有聽過用土鍋煮的白飯? 比炊飯機還要好吃這件事呢? 不過如果用土鍋煮飯 中途還要調整火力大小 有點小不方便 但朋友告訴我如果用中村製作所的土鍋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 加上他們新開了觀光工廠 裡面的咖啡廳聽說超好吃 所以呢就決定來逛逛 我還有預約製作過程的體驗導覽 但在那之前我們要先來煮白飯 導覽結束後就可以實際來吃吃看 到底和炊飯機的飯有什麽不一樣 接著呢就先來參加導覽 這裡的土鍋是採用四日式式 傳統工藝萬古燒的製法 由於它耐熱性加保溫性高 所以是非常好的料理器具 覺得很不錯的是 除了聽介紹看示範外 這個導覽 還有能夠實際動手操作的環節 這個部分就是 製作模特兒的繩紙面 剛才加上的位置 這是製作模特兒的製作模特兒 這是製作模特兒的製作模特兒 喔! 真的好療癒喔! 這製作模特兒的製作模特兒 就在製作模特兒的製作模特兒 然後再製作模特兒的製作模特兒 一 ded 有点凹凸 它是很简单的,所以很简单的看起来 很简单的看起来 现在看到的这个啊,它如果经过那个 会从这个颜色变成这么深 底下的这个也是 原本是看起来白白的 没有想到进去烤了一阵子之后就会变成黄色 最后的这道手续呢,是运用中村制作所的核心技术 切割,达成让每个土锅的口径一致 才能与锅盖完美贴合 这个也是中村制作所的土锅Best Pot 与其他土锅的最大差异 也因此能使用Best Pot 制作近年来很红的无水料理 好哦,导览结束后 终于要来开箱我们的白饭了 它的那个香味啊,真的很浓厚耶 好哦,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这个白饭 嗯,好Q耶 没有吃过这么浓厚口味的白米粿 感觉真的把它那个米饭的精华整个都是锁在这个里面 像以前小时候啊,我们家是我弟弟,他只要白饭就可以过火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懂 但我觉得现在吃了这个白饭之后 嗯,好像可以底底 如果是这个白饭的话,我应该也是可以只吃这个白饭过火 就是越嚼越香甜耶 好,现在来到他们二楼 二楼呢,就是他们用餐的空间以及有贩卖 四日四式的特产之外呢,有他们家的锅子 是,在这里买的话就可以打九折 这是粉红色,超级可爱的 好哦,我们的咖喱来了 超级丰盛了,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超好吃的,我好喜欢这个黄色哦 好上香 然后啊,这个咖喱啊,是用我们刚刚一直在看的那个Bestopoto 所做的无水咖喱 好浓郁哦 好浓郁哦 这个酱啊,味道很够 刚才想说,饭这么多会不会不够配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大家,我跟你们说 这个肉,超软的耶 好惊讶哦 话说这里拿来装咖喱的容器 也是中村制作所的人气商品 它叫Range Star 是可以直接放进微波炉或烤箱 调理完直接上桌的 兼具食用性及美观 由于这里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最后还忍不住家店的甜点 就算只是单纯来用餐 好像也很不错呢 绵密的栗子泥搭配中间的香草冰淇淋 香浓的滋味在舌头上化开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你正在寻找理想的锅具吗? 下次来日本 不妨来参观参观 接下来我要继续深入三重县四日试试 带大家喝喝看三重县著名的卡布西茶 我们现在来到一间咖啡 但是呢是要来喝茶 三重县呢 茶的生产量是日本全国第三名 那它有一种特别的茶叫做卡布西茶 它是全国的生产量第一名 那这种茶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它呢在采摘前的两个礼拜前 会盖上黑色的布 为什么要盖上这个布 是因为好像茶叶如果进行光合作用的话 它会产生一些会色口的成分 所以呢 把叶子整个盖起来 抑制形成这种会色的成分 让它喝起来更香甜 还有这个是喝比较店 三种喜欢的茶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这一间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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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啊 客人没有很多 就大家看一下这间店 觉得好可爱哦 这里啊 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带小朋友来 甚至是有一些玩具耶 巧虎 唯妮 还有小马 还有一些车车故事书等等的 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品茶 外面的空间呢 就是充满了日式风情 这里还有卖一些杂货耶 好我们来泡茶 我其實選了三種感覺差異蠻大的茶 但是大家看看我的表情有多困惑 因為我喝第一輪十真的覺得都一樣 我發不普遍 好 前als 〇 trends 〇春 〇南 lamento 〇夏 〇夏 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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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很冇气 但是不オズを打开 不是穿下来 但是处理这么有加冬 就行了 就像是一样不及 是冬火 他们非常感养 我希望这种食物不太会忘记 你会不会忘记 那么这样的食物 就这么贵吧 晓晓 很惦记 高度又是有高的 有点 然后来吃一下店家附的糯米饼 老板说当地会加入 加入昆布及卡布西茶的粉末 再倒入开水食用 吃起来味道蛮神奇的 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最后也是老板教的 说可以在茶叶中加入烹饪品茶 因为这种茶的茶叶质地比较软 所以单吃也不会有违和感 更没想到茶香加上微微的酸味 竟然这么合拍 不知道大家对工厂夜景有没有兴趣呢 由于四日逝世的工厂夜景在日本很有名 所以我也找了两个地方朝圣 结果竟然被我发现了宝藏景点 哇天哪今天天气这么超赞的 好美哦 啊 啊 啊 这一真的超级漂亮的 而且啊它还允许大家可以用脚架 就在工厂的这一个地方 因为蛮多人喜欢拍工厂夜景的 像这个展望台很友善耶 因为这里呢它要关门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转移正地 到这个巨蛋这里 要拍工厂的夜景 第二个想工厂夜景的好地方 就是四日式巨蛋 这里有一条步道的对岸工厂林立 是许多夜景爱好家会特地前往的取景地 好的 这次的影片就以璀璨的工厂夜景收尾 我想大家对大阪及民谷屋应该是蛮熟悉的了 后半的三重线四日式式可能就陌生不少 不过呢 从民谷屋站搭成竞铁电车 只要30分左右就可以抵达 其实不会很难前往 而且还可以利用我影片一开始分享的 日本竞铁电车周游券 就能玩得更省更方便 不管是传统工艺万古烧 Kabusecha 还是工厂夜景 希望这部影片能让大家对日本有更深的认识 如果有机会 或许也可以安排一趟这样探访多县的旅行 好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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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